一大早这是被快递员小哥给敲醒的 我刚刚还说着 这又来了 这里是今天早上到的 那里刚刚又到了几个 买东西一时爽 先溜了晚上回家再来拆 现在再来组装一个凳子 一会儿化妆可以用 每天就是拆拆拆 拆快递 刚刚去化了一个妆 然后今天编了一个新发型 真的太喜欢了 给你们看看今日份的穿搭 是总体来说比较偏运动的 女人真的是太善变了 刚刚出门前我又把头发散下来了 因为我感觉我这个头发洗的颜色 就越掉越浅 就越来越好看了 现在呢我要去接一个 我外地来的小姐妹 带她去BBQ 因为今天的天气可好 超级适合野炊 现在就到野炊的地方了 这个地方真的空气可好 前面是背包小猪 这里面真的也太热闹了吧 都有烤肉 这里还有这种超级仙气的场景 可以拍照 我们预定的就是 对面那种小棚里面 太有感觉了吧 春天到了 里面的发发也开了 真的可香 我们今天约的是这一个小房子 还得提前预定呢 那边全部都是聚餐的 现在就上好菜了 它这全都是这种自住的BBQ 自己想吃什么拿什么 我安排了一堆肉 哇塞 这也太有感觉了吧 可香 现在就烤好了 我还安排了一份意面 果然自己动手就是不一样 从天亮烤到天黑 现在就来尝一下味道如何 饭前必喝的果汁 哇奶色 这个是他们的草莓翻式流汁 喝起来就像那种 勾兑的奶昔一样 先来吃一下这个肉串 它是羊肉串 味道太沉了 我属实吃不来羊肉 再来吃个这个猪肉串 这个还好 再来吃个肉包蒜 加超级多的蒜 真的太难了 我感觉它这个烤肉就是味道一般般 再来尝个鸡翅 看下好不好吃 它这个烤肉就像真的就是把肉烤熟了 然后没有任何佐料的味道 肉朵 还有大虾 这个虾还是比较大的 虾肉 这个肉太柴了 至今为止还没有吃出一个特别好吃的 不会是史上最采雷的一期吧 是的 没错 烤玉米 蔬菜还是很新鲜的 因为它这里是比较偏浓加热的 所以蘸料也只有一种 然后所有肉都没什么味 但菜特别嫩 再来吃一个烤生蚝 这个生蚝烤的还可以 非常嫩 再来吃个意面 这里真的比较适合 过来野炊 但是食物的味道是真的不打地了 今天居然是采雷的一期 我已经替你们避雷了 广东话就是妈妈雷 就真的不是很好吃 这个意面吃起来就那种 速冻意面 然后放在微波乳里面加热的感觉 最后再来烤 再来吃两个烤蔬菜 好烫 烤的馒头片 这个不配炼奶 感觉吃起来怪怪的 今天真的 全军覆没都采雷了 最后再来吃个玉米吧 搞定 真的太难了 这里是真的不太推荐你们来 我替你们采雷了 要来的话一定要自己带走料 吃完饭之后还发现这里有只小喵喵 好肥呀 天哪 还有人把狗狗也带过来了 真的太逗了 他们这儿虽然味道不咋地 但环境还是挺好玩的 这里还有个吊床 我要让猪花咬我一下 现在我就躺上这个吊床了 真的也太舒服了吧 晃得脑子有点晕的 现在呢就准备肥夹了 总结来说呢 这里就是比较适合玩 但是吃的味道真的太不咋地了 是我吃过历史最翻车的一期啊 今天又是没吃饱的一天 一会儿回家买点便利店七七吧 好了姐妹们 今日份的满足呢 到这儿结束啦 希望你们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爱你们哦